学生们上课前听志工家长说故事 学习课本之外的品格与生命教育 但台北市一所国校却被爆料 拥有教会背景的团体成员 向学生讲课引发其他家长反弹 宗教我觉得比较不好 进校园比较不好 小孩子理解力还不是那么好 对学校跟他个人这种的情形 不是很好的一个行为 位于台北市中正区的合体国校 有家长以教会团体的名义 在晨光时间向学生讲课 但教材中却出现顺服造物主的字眼 其他家长得之后觉得不妥 向校方反应才改成守规矩 实际来看校内志工协助课程 每周都有不同绘本读物 也都写明学习内容 争议用词已经改正 校长出面致歉 坦词的确不妥 也强调未来会跟家长会合作 培训校内志工 也会针对全校家长做问卷调查 只要一班内有任何一个家长觉得课程不妥 就不会让校外团体进入该班教学 学校要经过自己校内的出审和副审 北市教育局重申宗教不可入校园 各校应自定相关规定建立审查机制 保障学生的受教品质 完成后也要向教育部回报 掌握定定情形 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解锁营运回山台被残破斗 解锁营运回山台被残破斗